大家好 今天我和大家討論一下姜濤的衣著風格 我想姜濤的衣著風格很少Youtuber會說 今天我特意做一個專題 快生日了,我和他講一個專題 大家眾所周知姜濤衣著有贊助 有不同的資助 但他喜歡穿一款衣服 就是Yajuyamoto 他是一個日本設計帶師 叫山本耀師 他是黑暗時裝的潮流之婦 所以有時看到姜濤的衣著 是偏向黑暗時裝的 和山本之獅的設計很大關係 我開始這段影片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去我的G頻道 點擊留言讚好 以及去我的圖劇頻道 有廣告看廣告 每月8點鐘 準時收睇 我們會帶來不同的資訊 他穿的衣服 他穿的衣服 有些反叛的意味 不單是黑暗時裝的舊褲 還有一個反叛的意味 他怎麼說呢 從孤獨病開始 才真正留意姜濤 根據一個報導 觀察他的一言一行和音樂 以至以姜濤各樣應援的活動 信息含量極高 改朝換代 一浪接一浪 大眾喜歡偶像 遲在時代的轉變 連偶像自己 越來越傾向卸下包袱 在成功運氣天賦之外 做為輕鬆的自己 姜濤就是性格率直 勇於面對批評 周不時否白內心 喜怒於色都擺上臉 對自己的作品認真 但又不怕跟大家說 他懂得放負放假打球輕鬆 甚至宣佈退休 大家都覺得他是一個隨性 下一分鐘在台上繼續努力轉園歌舞MV 讓大家繼續閱讀他的內心世界 更重要的是 他關注和姜濤的活動 和關心社會藥少 做過真正的偶像擔當 這種精神值得克下城市很好的珍藏 更加給一個 一個姜濤心理醫生的告白 作者 療延庭醫生 分享他內心的孤單 和自我形象低落的成長經驗 和如何根治創傷後遺症的種種 並連結他對姜濤的啟發 情緒病是另一種身份關注的議題 要明白他人 往往要明白真正的生活 在什麼環境 是共鳴和共業 當姜濤穿在Yamachi Yon的衣服後 他特別喜歡穿 2021年秋冬系雙層西裝外套出席 在2021年新城敬包頒獎典禮 以及新穿在2009年 《全民造星4》 復刻版Burn to Kill的西裝瓶外套 他真的莫名其妙 覺得他與Yamachi Yato 連上了黑暗的關係 都是這樣的 所以可以說 沒有多少個香港藝人能夠穿出這個 你不要理我啦 的叛逆味道 因為這個服裝系列 除了出名黑暗之外 除了黑暗之外 他還有一個 反叛的意味 就是這個三本教師 他不是品牌的代言人 其實這樣更加好 說明他的氣質和三本智師相較 大家可能沒什麼人做這個特輯 大家對Yamachi Mato 就是三本智師 究竟這一系列的濕 有什麼特別呢 就在姜濤身上 我們看看吧 原來三本智師 在小時候 我說回 他對於這個系列 對姜濤在身上 究竟有什麼影響 原來他小時候 媽媽是在改衣店做的 三本智師 童年幻想是一個化妝丑陋 住在附近的一個穿高跟鞋的性工作者 他自此一對穿高跟鞋的女人很厭惡 覺得是一個藝裝的憤怒 所以當他後來大過了 在東京市 經過昔日的改裝店的時候 剛剛也拍了他的好友 剛剛又路過了 試試穿 他就開始了服裝的生懷 好 有些人對有些人 覺得 我對日本是鄉下 回鄉下 就不以為意 原來 很多年前 京都伊世丹的 入貨的時候 Sales哥哥就 說 我都不明白這個品牌 有什麼好 穿高跟鞋 配料 適合 溝通 又適合人 穿在姜濤身上 也行 此後 香港的K11 也有獨特的店 分享 原來姜濤 很喜歡 YAMAGYATO強烈的黑色 近來 鏡頭也有很強烈的 YAMAGYATO風格 鏡頭也有很強烈的黑色 自我 反叛 黑色是姜濤的基本顏色 和西裝很混合 不需要其他顏色的輔助 剪裁是唯一的基本元素 這套設計衣服系列 對於黑色來說 很適合姜濤的表演 這套衣服也強烈表達出姜濤的唐野 快捷充滿神秘感 總之 黑色就告訴你 我不打擾你了 但你也不要煩我 去到2022年春季的藍莊 更加以報紙文章剪貼為主 透過寫實的大眾傳媒 換取各個對黑色的關注 這套衣服也有米蘭和巴黎時裝 剪出過 姜濤也有YAMAGYATO 在鏡中鏡的氣氛表達出來 厲害 如果我們從三本治教師的設計上 他對姜濤有深刻的影響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這套系列的衣服 是說到在寫實的大眾媒體 到活在網絡世界 去而交錯 容易迷失迷幻 跟鏡中鏡一樣 適時 要找回自己 找到合適的位置 回到從前 又專注當下 對抗壓抑 展望將來 將自己變成一個對未來的關注 要自己關注內心的工作 這套系列 為什麼姜濤這麼喜歡 這套系列 我剛才說 我想他對於黑色情有獨鍾 對於混亂、狂野和反叛 相信姜濤也有深刻的體會 所以他對於這套系列 都很有不同的演繹方式 所以你看到他出道以來 他不是像哈馬提的代言人 但他喜歡穿這個系列 證明他內心對於這套系列 有強烈的認同感 所以我自己做了這個資料搜集 希望大家可以對姜濤的內心多多理解 留意一下這套品牌 可能你穿這個品牌 去參加姜濤的活動 給姜濤一看 原來你這麼有風格 跟我的風格 一樣 懂得欣賞三本自私的服裝 但一樣都喜歡黑色 黑暗和反叛 姜濤就另眼相看 有機會就更進一步 OK 那麼高登仔 今天暫時回到這裡 多謝大家